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国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罗东领馆住所辖的森林娱乐场域 包含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罗东林业文化园区 原山生态教育馆、南澳生态教育馆、东山生态馆、自然步道以及自然保护区域 持续暂停开放到6月28号 而太平山在暂停开放期间 已经订访了游客将主动将订金全额退还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6月7号已经发布要再延长三级警戒到6月28日 所以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会一样会延后开源 那至于罗东领馆处其他的一些森林娱乐场域 其实也都很有名气 例如说我们的步道、生态教育馆 还有一些要受理申请的自然保护流区 那一样都是延到6月28日之后才开放 那这部分其实可以欢迎民众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随时关注我们的相关消息 林管处也呼应民众可利用太平山的粉丝团来了解活动的分享 或是林业文化园区的线上直播 以及自然教育馆线上课程等等 让停课不停学 其实在这段期间 大家不能到户外去游棄 那这个部分罗东领馆处也推荐 可以上我们相关的一些粉丝团 例如说我们的太平山粉丝团 也会有一些及时美景的分享 或者是说有一些活动的分享 那像罗东林业文化园区 我们也会推出线上直播 那也欢迎学校也可以来预约 罗东自然教育中心的一些线上课程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达到停课不停学的一个效用 伊兰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